老子博书第四十三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供坚强者莫自能先也 以其无以夷之也 水之甚干若甚强 天下莫福之也 而莫之能行也 故圣人之言云曰 寿斑之构是为社籍之主 寿斑之不祥是为天下之王 正言若返 下面用白话文来解释一下 天下莫柔弱于水 就是天下没有比水更柔软的 而供坚强者莫自能先也 但是供坚强的时候 时候了却没有能胜过水的 以其无以夷之也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真正改变了 改变得了水 水之甚干若甚强 水能胜过干若能胜过强 就是大家能看到很多那个水滴石窗吗 很坚硬的东西 水都可以一直持续不断的 可以滴滴滴滴滴 最后能够滴滴出一个洞呢 所以水能胜干的若也能胜强 天下莫扶之也 天下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水滴石窗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而莫自能行也 但也没有人能实行 故圣人之言云约 因此了圣人就常说 受邦之够 是为涉及之主 能够承受全国的屈辱了 才能够配当天底下的君主 够就是那个屈辱的意思 这个邦的话是国邦的意思 设计也是天下国王的江山的意思 江山设计嘛 受邦之不祥 是为天下之王 就是能够承担全国的灾难的人呢 才能够配作天下之王 正言若反 正确的言论呢 好像听上去好像是反的一样的 为什么要承担那么多灾难 才能被天下的国王 但实际上这是正确的结论 只是说有点忠言利耳的感觉 好 这一章是讲水之胜干 若胜强 所以最有印象的这句话就是 水之胜干 若胜强 天下莫福之也 莫之能行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